刚下来就发现了有个洞 感觉像是有点痕迹的样子 扒开一点点,看一眼 这么深,应该是有的 里面有稀泥沼 应该是有的,只是可能很深 这边的链铲铲链链 链链 里面一堆是什么鞋 看得见 我都能看见它了 几天没挖螃蟹 你看吃饭的工具都生锈 又给爬进去了 是螃蟹 这声音就是螃蟹 回家为啾啾 按住它 蜘蛮铁铁锅 抓住 还不到底 陌生躲在半坟,不敢读 说明里面是有钳铁 陌生躲在半坟 这么铁钩都不到底 扩开一点点勾一下 螃蟹不大 可能就是个半斤左右 这种洞 给它挖一个小时 有点太亏了 主要是粘产子 粘产子 这边原来是养殖场 现在不给养殖了 被挖机挖开了 挖着挖着 突然发现这个洞有点超出预期了 洞生超出预期 这个时候 想放弃 感觉好像前面 前面这些工作就白做 一个洞玩怎么打 别是饿凉鞋 一顿操作猛鹿 挖斜一看 直接二两五 看一下洞 这么凶 然后不到底 手这样趴过进去 这最少一米一米一米五六 不到底 测击 我不喜欢 我会剪简单杆干一个 这块一点都不简单 自己找的洞 含着泪也要给它挖了 这种一个洞 挖沙子洞 挖十五个洞 螃蟹不知道有没有十五倍大汗 第一个洞 第一个洞这么大 筒差不多快到底了 就是筒不明白下面有没有货 还得挖 来吧 干都干了 也不差这两小时了 是不是 扩宽一点 阿姨也是挖海力的吗 哇塞 满满一大桶 哇 跳了一桶 这么厉害 这个很辛苦的 不要看他们 翘得多 其实真的翘那一桶 早上天不亮就得来 十几斤 没有十几斤 连水十几斤 连水就是连水十几斤 但是纯落估计就是个五六斤 本来只想干个二十块钱的工程 现在硬干了两百 哎呦 断了 脱了不是断了 再加这把铲子工钱杀的 又一百下去了 三百了 拖了一点 把它戳回去就行 来吧 勾一下哈 哦 勾到勾到 勾到了 啊 这个洞到底是转了还是亏了 看一看 看一看 能勾出来不 勾出来了 在我手上 看一下 可以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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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预期大了一点点啊 但是 对不起这个工程 哈哈哈哈 这种工程他只 只能用三十块钱的成本去剥 不然太亏了 哎 亏大 亏大 两斤的我觉得都亏 亏大 亏大 拍在墙上 把你摔在墙上 把你摔在墙上 都摔不下来 最近你们就能理解到有多年了 好 我现在要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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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